-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彩银 今天请到华信头顾林和彦林老师老师好 彩银好大家好是林和彦 老师6488的环球金外资都不同调 有些人看好有些人看坏 那投资人应该注意哪些呢 好的最近環球晶應該講說矽晶圓 這個產業外資在大鬥法 有人看好有人看壞 上個禮拜環球晶發布12月份的營收 差一點點就創歷史新高了 結果是歷史吃高 股價很快的5天時間而已 從238元漲到299元 結果昨天外資又有人丟出利空的消息 那這裡面尤其是大摩的部分 大摩把環球晶的目標一口氣降到245元 讓禮拜一的台北股市環球晶跌了7% 這壓得相當的重 那其實外資並不是一味的看壞 有人看好 比如說像麥德里一樣喊目標400元 甚至於花期還是看好的 那到底環球晶是好還是不好 矽晶圓的產業到底如何 我想以大摩的角度 他為什麼會去降環球晶的平等 因為他的理由是美中貿易戰 讓半導體的需求下降 尤其像台積電今年可能會衰退個5%左右 那如果說是以 美中貿易戰這個出發點來看的話 我想今天消息已經出來了 今天中國大陸即將要針對美國 來做出浪力的動作 你知道在1月初的時候 美中他們副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召開 原本兩天延長到第三天 大家認為可能會有好消息傳出來 結果到最後傳出來 只是多買一些農產品而已 那至於浪步的部分似乎 中國大陸還是底線守得很緊 那為什麼時隔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馬上傳出要做出浪步 因為這兩天 中國大陸他們進出口雙降 什麼叫雙降 進口跟出口都大幅的衰退 那這個讓中國有點嚇到 代表如果再堅持下去的話 後果只是會越來越慘而已 那如果矽晶圓是因為 美中貿易戰的結果來降踏平等 那現在利多出來了 是不是也應該做一些適度的調整 我們今天針對矽晶圓這個部分 先來跟大家做討論 討論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環球金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對於整個行情 看法上就會來的更清楚 你知道目前全球有多少座 12寸矽晶圓正在蓋你知道嗎 目前全球總共有將近17座 將近17座 甚至到2021年 會有25座的12寸矽晶圓 會開始投入量產 那這25座裡面大概有10座 是在中國大陸興建的 你知道從2016年全球有95座 12寸的晶圓廠 矽晶圓12寸的 那到了2021年會高達有123座 也就是說5年的時間 會有25座投入量產 這25座幾乎 產能需求怎麼樣 需求多出了25% 所以有時候在看一個產業的未來 不要單是以短期的情況再看 把眼光放遠一點 我相信矽晶圓未來的需求 還是會與日俱增的 所以環球金老闆也講了 第一季的接單已經都接完了 尤其第一季的報價還會再調漲 那同時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你知道矽晶圓目前的下單量 是超過的 所以為了避免重複下單 在下單部分 他是要收保證金 到去年10月底為止 環球金超收的保證金 已經高達200億 如果11月跟12月再加總進去的話 我想超收保證金已經到達250億 環球金的股本只有多少 43億 一家43億的公司 在接單保證金部分 已經超收到250億 相當於股本的5倍 你覺得這種公司是好還是不好 對 有些事情看關鍵的問題 你就知道答案 那以環球金來說 你看他股價部分 今天特別把他的股價走勢圖 用時間周期角度來 幫大家刻畫出來 讓你能夠看得更清楚 去年最高點是在640元 大概是在去年6月1號左右 那警戒行情一路下跌 跌到10月底的時候 跌到剩200塊錢 那如果說把每個波段漲跌的時間 給涵蓋興趣看的話 是不是很清楚 他每個波段幾乎都在走 大概24天的漲跌周期 也就是說跌24天 最多到27天之後他就會上漲 漲了之後他又會蹲下來 大概24天到27天 所以很規律 從去年6月份到現在 你看最近這一波 從10月26號 200元10年限守住之後 彈高上來到398 正好到第27天 緊接著從398開始回檔下來 到上個禮拜 正好又到第24天 守住238元之後很快又上來 所以既然他在走24天循環 目前才剛進入一個新的上漲 第24天而已 對 加上與他去年每股獲利31塊錢 那預估今年會有35塊錢 我想本益比不到10倍 中股票其實目前還在股價的低檔區 對 所以未來應該還是有一波上漲可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環球進的獲利部分 你知道環球進的股本43.7億 去年的營收590億 這代表什麼 代表一年的營收 是他股本的13.5倍 一般你一家正常的公司 營收是股本的大概4倍 4倍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一次進貨 一季賣完 這個叫4倍 營收如果是股本的13倍 相當於你的東西 每個月就會清倉一次 每個月就會清倉一次 因為就好像假設 你拿1萬塊錢出來做生意 那是不是進貨賣掉 賣掉錢回收之後 再做第二次的進貨 沒錯 所以股本如果是營收是股本的4倍 那大概你的東西 產品的一個清倉速度 大概是一季清倉一次 所以環球晶43億的股本 一年590億 周轉率高達13倍的周轉率 對 所以這種公司相當賺錢的公司 你看106年他的EPS 12.68元 去年高達31塊錢 成長了多少 1.4倍 那今年預估能夠來到35塊錢 這是一家很具競爭力的公司 那公司也預期第一季報價還會再調漲 12月的營收51.98億 創下歷史次高 年成長20% 第四季的營收156億 創價單季的歷史新高 年成長25% 我想這是一個很具競爭力的一個行業跟公司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籌碼的部分 從籌碼部分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知道環球晶他的大股東 中美晶 持股高達50% 50.9% 那如果說把董監事 加上大股東持股給加總起來 我算給大家看 高達63.6% 幾乎超過一半 超過一半了 那如果說以法人的持股 我們來看下一張 目前三大法人持有環球晶的持股 總共大概有137000張 佔的比重大概31.5% 我們剛剛看到大股東是63% 加上法人是31% 所以幾乎九成的股票都在特定人手裡面 對 所以散戶持股是不多的 中股票籌碼其實是很整齊的 那我今天再又算了另外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我們剛剛有看到他的股價走勢 股價走勢從640元跌到200元 那今天收盤是在270億元 股價很低 那你知道從640元去年6月1號到今天 外資總共賣環球去賣多少你知道嗎 買進賣出一直都持續在做變化 可是總結下來外資只賣了7000張而已 外資總持股13萬張 從600是跌到200多 他竟然只賣出7000張而已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外資也是幾乎是不賣的 對 所以這種股票他的後事我個人看法 其實是還覺得還蠻 預期還蠻高的 那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跟大家做更深入的報告 歡迎加入我的Light 我會針對環球晶 給大家更多的內容 感謝林老師精彩的分析 還想知道更多關於個股的最新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一定要趕快加入林老師的Light 也一定要持續鎖定收看我們財經紀演示 我們下次見 拜拜